而下禮拜就是中秋節了 硬頸烤肉 豆干也是熱門食材 高雄一間豆腐工廠 趕訂單 增聘人手 卻被發現找的是黑工 茶器人員上門擠茶 非法人士是嚇得慌張逃竄 還有人直接拿塑膠欄 砸上了專情隊人員 大量製作豆腐豆干器具 工廠忙著趕訂單 員工卻疑似有非法黑工 遭突襲茶器 男子不想被抓 黃色大塑膠欄 直接砸向茶器演員 抵抗嗓陶反背 微不壓制 上工第二天 七個人就被帶 非法中介集團 為趕豆腐工廠中秋節的訂單 竟透過臉書招募大批失聯移工 涉嫌聘僱非法黑工 就是這間豆腐工廠 門口還貼著真人廣告 在地營業六年 做的豆制品 專門銷網菜市場 中秋節擋其境 其中豆干需求大 卻被查到事前 透過非法中介集團找人 對方從社群軟體 招募失聯同鄉 打著介紹工作 不收中介費 同鄉來應徵 負責工廠洗桶子 炸豆腐等工作 业者私下說 是經由內部一名外籍人員 協助介紹人來上班 趕中秋訂單 結果聘的人不合法 還是包了千元紅包 讓大家押金 但這七個人將依法遣返 業者也涉嫌違反就業服務法 最重罰75萬 趕訂單 這下恐怕得不償失 記者柯成浩高雄報導